遇到蛇不要害怕 抓住蛇的尾巴 抖一抖就能将其制服 这是真的吗 人类真的可以不用任何工具 就能轻松将蛇制服吗 蛇类作为一种冷血动物 一出现就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很多人对于蛇的恐惧 仿佛都刻在基因里一般 听到蛇的名字 就会想起它们红红的杏子 和冰冷的皮肤 它们经常潜伏在自然界中潮湿 黑暗 很少有光照的角落 最令人恐惧的 应该就是它们的毒液 可以分分钟放倒体型 是它们百倍千倍的动物 于是人对它们的恐惧更甚 蛇类一直以来 都是一种神奇的动物 你知道吗 在古代很多部落 都会将这种动物 作为自己的图腾 用于寻求它们的庇护 毕竟蛇的一些生理特征 是当时原始人们 很向往的一种能力 蛇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冬天时 它们会进入冬眠状态 等到春天时再苏醒 这在当时的原始人眼中 就和拥有死而复生的能力一样特别 除此之外 蛇的繁殖能力也相当顽强 这一点从佛州的缅甸猛身上 就能看出来 这些特点在原始人的眼中 都是最需要也最渴求的部分 因此当时的人们 对于它们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的人们开始发现了 它们的价值 于是就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 捕蛇人 于是人们从对于它们的崇拜 渐渐转化为了如何将它们制服 有这样一种传言 遇到了蛇不要害怕 只需要将它们的尾巴快速抓住 趁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将它用力一抖 这使它因为身上的骨架 被这一抖会全部震碎 就会马上瘫痪 对人也不再有威胁了 那么这种说法科学吗 若是你真的听信了这样的话 并且尝试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免不了 被蛇咬上一口了 要知道抖蛇的动作 对于制服它有没有用 首先就要先看蛇的内部构造 蛇身上的骨骼很少 但从外表上也能看出来 它和我们人类的差别 不是一点半点 它们总共只有三类骨骼 头骨 肋骨 还有脊椎骨 这些骨骼基本上都是有很多的骨片所组成的 其中的肋骨的作用和我们人类相同 就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内脏 它们的骨骼类型虽然不多 但骨骼数量却很可观 甚至比人类还要多 一共可以达到500多块 要知道人类也才只有206块 研究人员在对它们的骨骼进行研究时发现 它们的脊椎骨之间 并没有像人类骨头一样的 那个倒钩形状的部分 所以就没办法下相互连接 达到稳定状态 所以人们说的将蛇使劲一抖就能将骨头抖散 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但是这只是理论部分 理论上可行 并不代表实际操作也是可行的 事实上 关于人们常说的抓住蛇的尾巴使劲一抖 就可以将蛇的骨骼抖散这种说法 是有科学依据的 之所以说它们不可行 是因为操作起来非常有难度 并且需要冒着相当大的危险 想要把蛇的骨头震散 一般的力气肯定做不到 即使能达到所需要的力 你要知道蛇这种动物可要比想象中的反应速度快多了 很可能在还没抓住它尾巴的时候 就被反应迅速的蛇反咬一口 一只小蛇冒着生命危险 或许能拎起来 那么万一体型大一点的蟒蛇呢 不用说根本提不起来了 一旦被它们缠住 那么基本上就只有死路一条 蟒蛇的猎杀方式应该都很熟 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将猎物缠绕窒息至死 可见它们骨骼的坚韧程度和力气之大 由此可见 即使是理论上可行 但实际操作起来很容易有生命危险 那么遇到蛇的时候 应该如何将它们制服呢 很多人都知道 打蛇要打7寸 也知道7寸的位置 就是蛇脑袋往下数第7寸的位置 虽说7寸这个位置 确实是它们心脏的位置 一旦有伤害 那就是致命的 这一点确实有科学依据的 但遇到蛇的时候 它难道还会乖乖让你数吗 这当然不可能 所以若是真的遇到了蛇 那么第一反应 最好还是能跑多远跑多远 一般的蛇大多是追不上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